通读三国演义 然而就算在小说中 他们拥有其他阵营没有的光环加持 却也不能让所有人服气 例如曹操麾下就有一位名将 单挑过其中的四人 却从来不怂 他是谁呢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曹操的第二任贴身保镖徐楚 徐楚堪称演艺中的单挑王 挑战过其中大多数一流名将 例如阳山之战 他三十和占平了赵云 曹操攻打徐州 迫使关羽暂时归降一战 他曾与徐晃双战关羽 同关之战 他曾裸一斗马超 除此之外 他不仅是华荣道 其无安马 对阵过张飞 还在汉中之战时 对张飞不屑一顾 敢用鸣鼎大罪的状态 去迎战张飞 虽然这四个人 他没能战胜其中的任何一个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怕过 反而非常自信 除了五虎将中的这四位之外 他还曾与点为大战一天 不分胜负 与徐晃对阵五十和 难分伯仲 就连三国第一猛将吕布 也曾被他二十和占平 如此看来 徐楚拥有的不仅是自信 还有绝对的实力 然而当他遇上以下两位名将的时候 却直接没敢吭声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位炎梁 关度之战时 袁绍先派出麾下大将炎梁 包围了白马 曹操未了解白马之为 率大军前来迎敌 面对袁绍麾下的这袁上将 曹英之中最先出场的 是原本属于吕布麾下作八剑将的宋献 只不过因为他与炎梁实力差距太大 战步三合便被一刀斩于了马下 之后同为吕布八剑将的卫序出马 更是被炎梁交马一合 照头一刀从而丢了姓咪 这些小虾咪不行 曹英忠接下来出场的便是一位大佬了 他不是别人 正是使一双开山府的徐晃 然而就算徐晃出场也没有扭转局面 徐晃应声而出 与炎梁占二十合 败归本镇 这个时候曹操麾下诸将 全部都被炎梁的实力惊呆了 没有一人敢再出阵挑战 其中自然包括连张飞马超 都不放在眼里的徐楚 第二位文丑曹操麾下的将领 都不是炎梁的对手 曹操没有办法 只能请来了详汉布详曹的关羽 关羽也干脆利落 在说出无关炎梁 如插标迈着耳的狂言之后 直接于万军之中 取炎梁首级 毫不拖泥带水 可是袁绍也不是好惹的 炎梁被斩之后 他又派出了另一员上将文丑 率十万大军来为炎梁报仇 当两军对阵之时 曹操问道 文丑为河北名将 谁可擒之 徐晃和张辽飞马骑出 他们败后 关羽也主动出马 而徐楚依旧选择了沉默 毫无存在感 通篇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得知 虽然炎梁 文丑在关羽手下 都未坚持过三合 关羽斩杀他们 如同砍瓜切菜 可是敢挑战吕布 能与巫虎上将争锋的他 对上这二人之后 却直接认怂 不敢吭声 实在有些讽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